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现场,宋楚瑜先生一行已经进入了中央主楼,也就是要演讲的地点。 这是清华的校长,顾炳林先生,在陪同。 谢谢大家。 我们在这里热烈欢迎亲民党宋楚瑜主席,访问清华大学并发表演讲。 不久前,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访问了北京大学,连战先生和北大有一个交集, 这就是他的母亲是北大的校友。 宋楚瑜先生和清华也有一个交集, 这就是邀请宋楚瑜主席来大部分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校友。 胡总书记,从两岸人民的最大的交集,即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 邀请宋楚瑜联赛两位主席来访,推动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 清华大学,韦德国后参与其中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宋先生是湖南的儿子,陕西的旅婿,台湾的精英。 可以说是集中国中部和西北东南子灵气于一身。 我相信他今天的演讲, 必将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同根同源, 我们的校训都是自详不息厚德载物。 我们的传统都是行胜于言, 我们都在孜孜地践行明德、亲民、求自善的大学之道。 近百年来,清华大学一直以优秀的人才和创新的科技, 贡献于民族和人类的进步。 近年来,以台湾科教界以及其他各界之间的交流合作左右成效。 许多台湾朋友对清华大学的发展给予了慷慨帮助。 我们对此深还感激,实践证明两岸人民、两岸青年、两岸文教界、两岸学术界、经贸界之间的交流并无不可预约的鸿沟。 我们高度赞赏,宋先生明确表示的亲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的立场。 我们相信,只要所有的阎黄子孙团结起来,奋发图强。 那么海峡两岸携手共荣之日,就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时。 女士们、先生们,今日演讲的会场随小,但在座师生乃大陆广大师生之代表,并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们所瞩目。 今日演讲的时间随短,但意义深长,定将成为开创两岸关系新格局的历史篇章。 下面,要我们热烈欢迎宋楚瑜主席发表演讲。 尊敬的顾校长,尊敬的王前校长。 中央国台办的陈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 听到顾校长刚刚刚的一番赞美之词,套一句北京人所说的话,听到以后,退欧心的。 昨天还有天气预报,说可能今天有一些雷震雨,但是今天到清华大学来,看到不仅是风和日历,而且是薄云见日。 这不就象征两岸关系,我们大家都希望雨过天晴,薄云见日。 这种期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 在今天处于跟我们亲民党的大陆访问团,特别到清华大学来,是因为明儿个儿处于要跟清华大学出身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书记, 总书记,大家来见面,在明儿个儿跟他见面之前,要亲自来目睹,这个值中国科技牛耳的我们清华大学,看看所谓半国英才的摇篮, 我们亲民党所有的成员,要向在这边的老师同学至上无限的感佩之意。 刚刚顾校长特别提到,在台湾有两位政党的主席,就是中国国民党的连赞先生跟楚瑜, 分别在五四的前后来到了大陆,又分别的在北大跟清大来演讲,这是一项非常别具身后意义的一种安排。 因为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跟赞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是中国人自省自强的开始。 我们两个人分别的,分别的到德先生跟赞先生的大本营来演讲,正代表两岸人民共同的期待, 炎黄子孙出人投地的共同愿望。 走进清华的校园 处于内心有无限的感佩 清华大学在民族的衰败当中立效 在战乱的废墟中重新再生 以科学跟学术来强国学耻 造就了像胡锦涛先生和许许多多 将近三百位以上的副部长的这些党政要员 跟文法商科技这些的精英 持续的推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清华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不只是在北京 同样的清华 1955年在台湾副校 50多年来 台湾的清华也培养了超过三万五千位这些精英 他们不但在台湾的经济发展跟科技发展上 扮演一些积极的角色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是亚洲在台湾称之为西谷 在大陆称之为硅谷的新竹科学园区 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地位 所以两岸的清华近年来的交流 更是厚得载物自相不习的清华校训 成为两岸我们推动改革发展人们 共同信仰的核心价值 所以不论是在大陆或者是在台湾 清华的校史正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 由补而复 匹及泰来的民族成长史 也是一部和解再生迎头赶上的奋斗史 所以清华这个学校 我们用十六个字来形容 叫做一块招牌两间店面 殊途同归自强不习 这不就是我们当前两岸关心的一个缩影吗 青华的经验就是中西和解再生的经验 西方科学的实物的这种态度 跟中华文明的人本精神巧妙的在清华结合 在这边既然有像王果为先生 朱志钦先生一样一流的国学大师 也有像杨振宁李正道两位先生一样一流的 洛贝尔奖的科学家 基于二十世纪初的惨痛教训 我们彻底的认识了现实 彻底的了解到世界的趋势 彻底的自我检讨 而彻底的在失败当中我们能够学习 然后兼容必须的开始成长 迎头赶上开始超越 这是一个从和解和平到和谐合作的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成长的方法是从消除误解到了解 从了解产生谅解 然后从谅解找出方法来化解 融化解再次产生可长可久的和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没有吃亏 而反而因此成长 而从中找到我们的自我定位 重新取得民族的至尊 所以清华的经验 就是全中国人最好的经验 从这段历史 我们了解得到 真正的和解 不是对于我们原则立场的妥协 而是民族再生的一个开始 处于抵达北京的时候 讲了一段话 就是历史 就是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 而不是一条绳子 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作为 看到前人的教训 而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神子 这是一种纠缠 让过去的冤孽 影响到现在人理性的思考 两岸的历史和未来 千丝万缕 千头万绪 正考验着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台湾跟大陆的我们的同胞们 跟相关的政治人物 能够有更大的智慧 让中国人来共同处理我们自己中国人的问题 我们要读通历史 就应该看清世界的大势 全球化 是人类社会一系列改变的开端 经济全球化 区域整合化和和平基主化 随之而来的 全世界无可抵挡的 是要走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对立跟战争逐渐的伤势了 他决定性的地位 和平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也是一切成长跟繁荣的基础 世界大同已经不止只是梦想 而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 我们中国人用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两岸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个全球必须面对的必然趋势 那就是中国的崛起 就在两天之前 5月9号 这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以中国的世纪 China's Century 来做封面的报导 这个报导 报导了中国近年来的突飞猛进的成就 报导说改革开放的25年以来 中国成功的让超过3亿以上的中国人民脱离了贫穷 而去年美国最大的超市就是Walmart 它是美国贡献有百分之二GDP的一个首富的公司 在它的六千多个的供应商里面 有五千个是来自于中国 占所有供应商的百分之八十 现在美国人学中文的急切的程度超过去学法文 以往我们讲电影是做美国文化的代表 但是现在中国的电影跟明星却向美国输出 在大陆有张艺谋 在台湾有李安 那个张子怡更是大家都认识 所有的数据和事实都说明 中国正在快速的崛起 15年以前 美国认为普通的开发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现在却是亚洲金融的中心 欧美的经济学者都认为 以这种干净跟快速发展的程度 中国经济的实力 在2015年将超过日本 而且在2039年会超越美国 这是了不起的愿景跟共同的成就 外国人对中国的崛起 是既羡慕又害怕的 其实外国人所不了解的 中国人一向讲求王道 复国的目的是为了立民 中华民族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之害 所以强盛之后不但不会霸道 只会更加的谦功 而柔以克刚王道服众 这才是富强之后 我们要多向外国人去展现 我们中国人东方文化的特质 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这条巨龙 能够腾云而起 但是两岸的中国人 我们准备好了吗 Are we Chinese ready?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话的一个主题 现在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繁荣富足的时候 也是中国人摆脱百年屈辱最关键的时刻 因此两岸真正的敌人不是兄弟彼此 而是束缚了中国数百年的落后跟贫穷 让所有的中国人能够挣脱落后跟贫穷 成就一个均富的社会 才是这个时代我们海峡两岸所要共同追求的目标 事实上五十年以前台湾就认清了贫穷 才是国家发展最根本的障碍 分配不均 才是让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主要原因 因此开始历经图治发展经济 创造了台湾经济的奇迹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 细于同时维持一高两低 就是一高持续的高经济成长 两低就是低通货膨胀跟低失业率 同时要维持稳定的物价水准跟充分的就业 最后政府通过税制跟教育 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 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 整个的社会跟经济 不但要使一部分的人能够富起来 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 这就是均富 依照台湾的经验 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偏向于社会性跟教育性的 一方面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来攀爬社会的阶梯 而另外一方面 知识就是权力 France Bacon所说的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不会被垄断的时候 权力就不会被垄断 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 贫穷就不会变成世系 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 举例来说 蒋经国先生让台湾在他执政的16年的当中 就是从1972年到1988年 台湾每一个人的国民所得 从4820块美金成长到5829块美金 成长了11倍 但是最高的所得的这些家庭五分之一 跟最低的五分之一 一直当中的差距 维持在四到五倍以下的水准 现在台湾有21项IT的产品 居于全球龙头的地位 去年台湾这个弹丸之地 生产了4500万台的笔记 型的电脑 占全世界的71% 即使我们现在的经济的状况有所起伏 但是台湾每一个人的国民所得 一直能够保持在12000块到14000块的这个水准 台湾经济奇迹真正的意义 不是在于富 而是在于均富 台湾经济的成长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物大博或者是资源崩配 而是在于全球布局的营运管理的能力 跟提供全球的竞争力 因此近50年来的台湾 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 成功的能够从贫穷翻身的原因 可以归纳为三个 那就是尊重市场 尊重专业跟尊重制度 在这个三个因素当中 资本市场跟专业人才 它只能够提供一时的突破 但是制度的改革 才能创造一个长远跟全面的成长 前任的WTO 也就是国际贸易组织的秘书长 做过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 苏巴蔡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大陆加入到WTO之后 对亚洲各国最大的挑战 不在于贸易 而在于制度的竞争 谁能够在制度的改革上 做得越快越好 才是真正的赢家 因此台湾的经验 正是一系列政策跟制度演进的经验 而在可见的未来 两岸在制度的调整上 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互通互补的空间 例如中刚和台湾的国营事业 和公营的银行民化的经验 可作为大陆国有国企改革的参考 股市房市过热 所形成的泡沫经济 要如何的化解降温 而不使它瞬间破灭 再如两岸如何共同的维护 在台湾称之为智慧财产权 大陆称之为知识财产权 来保障社会的创新的动能 一起融入到国际 都是未来两岸可以多加交流 相互学习的一些科目 我特别在这边要提到一位先生 就是温世仁先生 这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企业家 他不但文章写得好 而且是一位慈善家 前两年才过世的阴眼达的公司的 傅董曾经说过一句话 消灭贫穷才是最大的商机 他描写他第一次到 齐连山山下的黄阳川 那是一个他说拍古装片 都不需要达布景的地方 但是他带领了工程师一起努力 现在已经把黄阳川发展成一个国际知名的会议中心 他过世一周年的时候 有上万人排队去调计 温世仁先生的势力说明 两岸的合作就是要能够节长补短 分享经验 改善制度 相互帮忙 解决我们对方的内在问题 面对国际的挑战 我们不只是要有医院和学校 更要把医院和学校带到农村去 带到内地去 就像处于追随蒋经国先生 曾经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努力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 现代化的设备 享有最基本的人权跟照顾 这才是真正最会的待遇 所以我们要的是基本教育 基本建设和最重要的在台湾称之为基本班底 在大陆称为骨干力量 就像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样 前几天处于到南京 在夫子庙前面 有一位老先生 穿过重重的这些警戒 跑到我们团爷面前 说了一句南京话 他说宋先生 我们不需要打仗 这说明了和平 正是两岸 人民共同的心声 我们应该一起共同的努力 使两岸成为世界的工厂 和我们世界繁荣的市场 而不是要变成一个战场 不论是基于人本的精神 商业的需求 还是民族的发展 一个均富的中国大陆 一个稳定开放进步和平的中国 是符合世界全球大家共同利益的事情 趋势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条政治的黑水沟 横在我们海峡两岸之间 使得我们双方的交流不能这么样的顺畅 我们必须要从历史来理解 这条黑水沟的行程 才能够搭起和解跟合作的桥梁 在历史上 台湾常常被视为画外之地 许多的福建广东的移民 为了生存冒险来到台湾 那种艰难的过程 一般人很难以想象 在台湾史里面 民间流传了在清朝的一条 叫做渡台碑歌 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劝金莫要过台湾 台湾恰是鬼门关 千万人去无人转 知生知死谁都难 而台湾的客家人 唱的每一个人都会唱的 那个客家本色这条歌 更是入目三分 同山过台湾 磨半点钱 唐山的人过台湾 身上没有半点钱 撒忙大边拱山拱田 非常认真的在打拼 而在那边跟山跟田 我将吃醋 一四年五四马银 他们每天过的日子 就是拿着生姜 摘着醋 这样的吃醋 在那边吃苦耐劳 但是几十年 他们都不晓得去埋怨 这些先民们 能够历尽风霜 在台湾落地生根 从此就跟家乡断结 而形成了台湾特有的 那个台湾意识 这种台湾的意识 后来又因为政治的因素的强化 不仅在明清的两代 三立五身的 叫做寸板 不许下海 寸帆 就是帆船的帆 不许入口 台湾的船 还不可以去大陆 清朝更严苛的规定 渡海者 不可以吸眷 就是不可以带太太 台湾有句俗话 叫做罗汉咖 也就是罗汉脚 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政策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台湾的乡亲 自求多福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听人他们 自生自灭 家务战败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城无力可回天 台湾就像一个家道中乐 因为被卖出去的这个羊女 一个不争气的朝廷 把台湾隔让了给日本 日本人 这把台湾当作殖民地 经营了五十年 一九四九年 国民党的部队跟家属 几百万人 撤退到台湾 处于跟我的父亲 就在这个时候 登上了台湾这块土地 接下来将近一甲子的时间 我们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落地生根 努力地打拼 自己才深深地体会出来 千万个人 去无人转 知生知死 谁都难的 那个含义跟悲情 白居易有一首诗 说到 调影分为千里燕 池根 散作九秋棚 共看明月 阴垂润 一夜相亲 五处同 颇能够 来描写我们这些 石根的这些棚草 因为战乱而散在各地 重新在落地 生根的人 那种既怀念原乡 又砸根于现在家庭的 一种心境 两边 都是我们的家 一边 有我们的祖先 一边 有我们的子孙 没有人 没有人会来要去争取 一边的认同 而去放弃 另外一边 这就是 各位大陆的乡亲 您 慢慢去体会 为什么 甚至于连 蒋经国先生 都说 我既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的 道理 就在此 其实 大多数的台湾人 既不否认 自己是炎黄子孙 也信仰着 大陆上面 来的 马祖 跟关公 更有更多的 这些神明 来自于中国大陆 但是 四百年的 这些苏黎 一百年来的 这些隔绝 五十年来的对抗 尤其是两岸发展出 不同的这些制度 让台湾跟大陆的隔阂 越来越深 台湾人很恐惧 他们几十年来 打拼 会不会因为现状的改变 而化为乌有 因而形成了 那个高度的自我保护的 所谓台湾意识 请各位同学 大陆的乡亲 不要把台湾意识 跟台独 画上等号 台湾意识 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 自然形成的一种 认同台湾人 跟地的一种情感 台独 是要把中国 从中国大陆 彻底的 去割裂的一种企图 不可否认的 台湾意识 曾经被台独来操弄 但是这种政治 抓挂帅的手法 反而混淆了台湾同胞 真正的心声 例如为了台独 而去认同日本人 不但扭曲了历史 也自我否定的台湾人 这是一小群狭隘的 个人的经验 既丢了根 也抛了本 所以是根本不对 我们亲民党来说 我们是一个在台湾 土生土长的政党 但是却有着非常强烈的 爱乡爱土的台独 台湾意识 台湾意识 不是台独选项 也有过浓厚的 华夏民族的情怀 但是我们从头到尾 坚决的反对台独 我们一贯所强调的 就是台独是一条 走不通的死路 而台独也从来不是我们亲民党和我们台湾应该有的选项 两岸的未来必须垫居于这种深入的相互了解 台湾人要多了解大陆的改变 而在同时我们也期盼大陆的同胞多了解台湾同胞的想法 两岸应该要意中求同 从了解 谅解 然后去化解最后和解 来产生我们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共生共荣的一个新的契机 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 我们在下朝之初 那个治水的故事 您还记得滚用围堵 治水无功 而大雨用苏道使得水患不在 而存在我们今天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存在 我相信就是中国大陆会在围堵跟苏道当中 做出明智的抉择 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 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所以楚瑜要在这边诚恳的呼吁 两岸没有必要再纠缠在历史的恩怨当中 两岸已经梳理了几百年 而开始密集的交往 也不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 我们用一句台湾闽南话讲 叫做 就是吃饭吃得太快 就是会把碗给咬破了 所以我们吃得太快 反而把碗弄破了 而是要能够用耐心 跟了解跟谅解 诚实的来面对历史 务实的来测映未来 才能够让我们两岸 共享一个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 关键的时刻 就看我们 在这个一个月以来 所做的天翻地覆的两岸 重大变化 让我们有所期待 简单的讲 两岸的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既不是喊话 也不是武器 而是双方的政治精英 不愿见到人民森林涂炭 不愿让我们过去两岸 分别在几十年当中 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 那一颗人民爱物之心 以及对中华民族 未来共同的期盼 两岸只有把人民的幸福 放到第一位 才会请全力的去找出 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 用一句我们清华这些学科学的人 数学的术语来说 就是找出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我相信我们有智慧 找出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从和解到再生的过程 绝对不会是短善的 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李白有首诗叫做《行路难》 这首诗说 行路难 行路难 多骑路 惊安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渡海昌 我想两岸和平的进程 会是起起伏伏 但是只要我们方向正确 我们抓紧脚步 我们有信念跟信心 我们也有这个坚持 一定会像我刚刚到清华 包括亲民党在内 要提的脑袋 要去做 就是因为许多像宋楚瑜这样的人 曾经不是亲身的 经历过战争的 这些战火洗礼 也是体会了那些骨肉 离别 离散的 这些痛苦 或者是听到父母 再告诉他们子女 这些过程的一些艰苦 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下一代 再告诉他们的下一代 去讲述这些血淋淋的这些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义无反顾的 要来去致力于两岸和平的原因 最后 处于愿意用八个字来形容处于今天的心情 那就是风碑无语 行甚于言 那个风碑很大的那个碑上面 不一定要刻任何的字 而在清华的校园里面 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在各位的日轨的那个上面 刻的那个四个字 行甚于言 这不但是我们清华人的信念 也是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应该奉行的一个价值 它更是两岸双方 在未来检视对方诚意跟善意的一个基础 事实是检证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处于要套用 美国过去一位总统甘脸迪先生 所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我套了来说他的话 不要光看我在大陆说了什么 要看我们在台湾做了什么 ask me not what I am saying here in Beijing ask only what we are doing back in Taiwan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在为中华民族写历史 处于深信 让我们一起站在历史的至高点 宏观的看我们两岸合作未来的愿景 处于把今天所讲话的题目就定在 世界有多大 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 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个机会 洗手同心脚踏实地 迎接一个为我们两岸中国人来的未来21世纪的世纪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就是China's Century 中国人未来共同的愿景 让我们洗手同心一起来努力 我们不会让历史说 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 We will not let them down 我们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们会加倍努力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宋楚瑜先生的精彩演讲 我们下面是请同学和老师提问题 宋先生 您好 我是青岸大学公务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彭治国 很荣幸我是您的湖南同乡 那么下面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第一个机会来向您提问 下面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 但我想这是我身边的很多同学 及我们的湖南的父老乡亲 都非常希望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您刚才也说了 您希望像两岸的关系 只要两岸合作 就一定能够拨云见日 能够向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风云总有变换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台独是你真的 不顾鸟岸人民的最大福祉 真的悍然去实施台独的话 那您及您所创建 并正领导者的亲民党 将采取何举措 最后我想祝福您 希望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 您能成为那个无语的封碑上 铭刻在人们心中的 永垂青史的为鸟岸和平 做出贡献的伟人 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也敬佩您 谢谢 谢谢您 从您的口音 我晓得我们湖南人也会讲北京话 我刚刚听到您所提的问题 了解得到 那就是亲民党现在正在我们的立法院 推出一个两岸和平出境法 我们希望把四不一没有 跟九二共识的这些基本的原则跟精神 要成为我们台湾的一个法治的一个基础 亲民党会跟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战略的伙伴 那就是我们要共同的对这些台独和不需要 让台湾引起任何战争和灾难的任何的事情 我们要有效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这是从法治的层面 但是更大的层面 就是我们要到各地方去宣扬 那就是热爱台湾这块土地是理所当然的 爱乡爱土是对的 但是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我们要用更诚恳更大的诚意 向全台湾的这些乡亲们来去说明 那就是我们要务实的面对未来 我们必须两岸结合起来 不要再把这么好的机会错失了 那就是两岸互主互部 是互利的一个行为 是大家都有好处 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那就是让我们下一代的子孙 在很多很多的这些教材 和这些的我们教育的体系当中 能够深切的了解到 不但我们是戏出同源 事实上兄弟可以吵架 但是不可以改姓 不可以忘掉那个老祖宗 就像台湾的闽南的那些四合院一样 有东乡房西乡房 那个兄弟走里啊 常年常常吵架 但是三节的时候都会到当中的祖宗的牌位前面 要拜一拜 要反省反省 让我们家和万事兴 我们会去做这三件事 谢谢您 宋先生您好 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朱丹 我们专业的一个核心理念 communication和您刚刚讲到的沟通与传播 是异曲同工的 那么我想请问宋先生呢 此次大陆之行结束之后 您回到台湾的土地上 将带给台湾民众最大的信息 或者您最想跟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谢谢 谢谢您 我回到台湾第一句话想说的 我回来了 我带了大陆乡亲的友情跟和平的这些愿景 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得到 大陆的乡亲跟我们一样 都希望和平 而不希望战争 他们都不希望用非和平的手段 来处理这些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 严守住那个根本的立场 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我们两岸都是一家人 台湾只要做到这一点 大陆的乡亲愿意跟我们一起 共生共荣 创造一起共同繁荣的未来 我会把这个话告诉我们在台湾的乡亲 这个后边的后边的 对后边给后边一个机会 好谢谢 宋先生您好 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赵飞 那刚才您谈到了 希望我们以后是 China Century 这个您的愿景很让人鼓舞 那么也谈到了就是我们两岸 共同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发展经济 共同繁荣 但是在陈水扁在日前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 他拒绝了这个大陆方面提出的 要减免部分水果 这个关税的这个善意的礼物 那我想问目前来讲的话 阻碍两岸经济交流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是什么阻碍我们成为 共同的繁荣的世界市场 谢谢 谢谢您 刚刚提出来这样一个 非常具体的问题 其实这个最具体的问题 用一个最概念性的答案 来说明就可以说明一切 我曾经说过 想通了就一通百通 那个没有想通 才会去把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不去做 这个才是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是因为心有挂碍 心里面有挂碍 只有恐怖 所以才会有颠倒梦想 这是心经上所说的话 所以因为心里面 在胡思乱想 心里面没想通 那个心不通 心灵不通 才是您刚刚所说的 包括这么好的 对我们台湾农民 这么有帮助的事情 都不去做 其实何止是农产品 两岸的三通 其实是对很多的台商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和减低成本 双方互利的好事情 能够把这些事情好好去做 绝对是有利的 所以您刚刚所说的 不就是我们现在 亲民党跟国民党 很多的立法委员 只要大陆上宣布了之后 我们透过我们的政党在立法院 我们会要求政府要照顾人民 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人民不是为哪一个政党在选举做拉拉队的 这是我的看法 刚才我是叫那位男主义发言 那位男主义 后边的 最高 最高的 苏先生您好 很难得得到这个提问的机会 我是那个清华化学系的研究生 我叫韩世亮 在很多文章或报道中 在提到您 就是青少年的时候 都会说您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 然后不太喜欢社交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 是什么促使您在成年之后 选择在台湾这样一个 很复杂的政治环境中 做一个政治家这样一个职业 此外我们都知道 您在台湾从政几十年 可以说是历经风雨 那么您认为 在您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年中 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谢谢 很多我的同学都很奇怪 我从小不太喜欢说话 老师给我打了评语四个字 叫沉默寡言 后来呢 好像还要去做发言人 害得有些时候还吃消炎片 那么因此 严格讲起来 是后天的训练 事实上我在政大念书的时候 我就参加很多学校的校园活动 包括演讲辩论的这些场合 训练自己 我跟各位同学说 我在开始第一次上了这样的一个讲台的时候 好紧张 好紧张 老师告诉我一个办法 就是你紧张的时候 你把那个脚啊 去想办法抓地 去疏解你很多的紧张情绪 这是我有些时候 难免看到大家 你看我的脚是在你脚踏实地 在抓地 另外 您提到了 那就是 我在台湾的从政过程当中 难免也有许多挫折 但是 处于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 我常常说 政治人物最重要 不但要有人文的这些背景 更重要的是要有历史观 一个人活在这个天地之间 不是您认为您是谁 是将来的历史会把你怎么样的定位 所以当我们李登辉先生 要去费审 减审的时候 我在审议会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 我说我要对历史来做见证 我绝对不会让历史记载 宋楚瑜是中华民族 所选出来的唯一一个民选的省长 而在他的任内 把台湾省给废掉了 因此 我曾经私下做过一句话 像我们李先生说 我不愿意做台湾省 智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这就是我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动力 就是要对历史负责 顶天立地 所以我们刚刚的湖南老乡所说的是 人应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湖南汉子 更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穿黑衣服的 我是清华大学金管学院的博士生 我叫孙伟 宋先生您好 我们都知道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那么我想问您 就是您认为 我们两岸的青年学子 青年人 应该在未来对两岸的和平统一 还有交流合作方面 发挥怎样的作用 应该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 所谓错过了产业革命的列车 让我们中国会这样子的一个衰败 那是民族的耻辱 但是现在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 我们又有资金 我们又有技术 我们更有很好的劳动力 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又有那种团结的新的话 那才是真正开创一个新的 这个21世纪中国人未来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因此未来的希望在青年人 而青年人最重要的 那就是脚踏实地的 把我们的各行各业 传统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行行出状元 每一个行业都对于中国和我们两岸未来的发展 都是有帮助的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富强 不是像19世纪所说的船间泡利而已 其实人文的社会的科学的各方面 我们要成为世界的一流大国 他所要具备的不是单方面的科技发展而已 或者是单方面的哪一个地方只有经济而没有人文 因此年轻的人相互彼此之间 相互学习 相互提供经验 甚至于相互辩论 相互在这些的错误教训当中 引起对方的经验来充实自己 这个才是我们两岸未来的共同的一个愿景 所以我可以预告跟各位这个同学来说 我非常高兴明天会跟出身清华的中共领导人 胡锦涛先生谈的时候 我就会谈到如何让两岸的这些学子 能够有公平的一些教育机会 让台湾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同样的学费 也让我们台湾将来有更多的这些机会 让台湾也能够让大陆的学生去彼此学习 因此这个方面的学术交流和相互之间的切磋琢磨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亲民党 明天谈论两岸问题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要点 因为我们的未来在学生 我们的未来在青年 青年才是未来两岸共同的希望 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 是不是给这个台湾来的学生 我不知道是哪些是台湾来的学生 那你好 宋先生您好 我是建筑学院 林三级博士生 任怀香 来自台湾台北 然后是山东人 也是客家人 在您就令人为之正费的演讲之后 我们台湾学生想要向您提出几点 希望您借这一次会面 能够帮我们推动化解 首先第一个就是学历认证的问题 第二个是 我们台湾学生在这边 努力学习多年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参加这边的资格认证考试 导致我们的所学 没有办法进一步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整体中国人做贡献 谢谢 就是以上几点 非常谢谢 陈主任您听到了 那就是为什么处于我们亲民党 对于这些学生 台湾的学生的问题这么重视 我们三个重点 第一个 学历认证 我们希望能够双方两岸 大家都能够共同的 其一的把它解决 第二个 也希望我们台湾的学生在大陆 受了教育之后 也有公平的就业的机会 第三个 是不是也给我们台湾的学生提供一些奖学金 我会要去把它提出来 谢谢我们各位同学 很多人都想提问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再提问了 我们对宋楚一先生的讲演 再次表示感谢 下面我想代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 将宋楚一抗力 捐赠 这个赠送清华大学纪念品 感谢 好 现在呢 我们看到双方的是在互赠礼品 这是一幅 是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 著名书法家张丁岛先生 他89岁高龄书写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1895年 由黄荣祝先生 当时马关飘搖以后 当时写给 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梁启超的一首诗 诗是寸寸和山 寸寸金 分离 瓜离 分裂 云随任 杜鹼再败 忧天泪 精卫 无精卫 无穷 天海心 麻烦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二件礼品 刚才宋楚一先生 其实已经提到了 是清华的标志 之一是日轨 还是按照原样的三分之一 专门为这次讲演而制作的 大家听到 所以我们用的材料是汉白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面会有清华的校风 行圣与演 谢谢大家 顾校长 我也有两件礼物送给清华大学 一个是我们台湾文献的一个重刊 这是一个光碟 里面包含的所有在叫做台湾文献 包括这里面所说的 就是台湾方志 明清 所有从唐宋元明 一直到日据时代 所有台湾文献 所有台湾的这些地方方志 这些清代的史料 还有私家的住宿 官书 海外的乌本 所有这些绝版的文献等等 就是你要认识台湾过去 您只要有这样一套 您到图书馆里面去看 非常谢谢 我还有一件 这是一个 这个台湾的 非常出名的 这个琉璃 一个作品 这上面的名字叫做 同心合意 大家看的有两个心 两个圆圆的 我们希望两岸要有交集 最后呢 才有这样子 同心合意 这上面写的是 曾经东奔西跑 曾经穿越秋冬 交换春夏见闻 交集梅开飘香 同心 这坦荡相见 何意是真情包容 因此呢 以臣相交 以性相守 谢谢 谢谢 演讲会到此结束 我们忠心祝愿 新民党 访问大陆 访问团 能够圆满的成功 我们忠心祝愿 明天和胡总书记的会见 取得丰硕的成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